詞曲 李宗盛 我們仍然一頭來感動 祖我們感謝你 在這個主日的時候 祖你不照我們到你的面前 祖阿之愛感謝你 祖因為你自己的救恩 白白的社區 也是讓我們可以到你保險 你貴重的俗价 來到你的面前 可以坦然無懼在你的寶座前 來向你請求 親愛的主啊 這時候 我們就功利在你面前 我們願意抬頭 就來仰望你 祖這時候 巴不得你自己的龍光 祖來照向你 祖讓我們在你的面光中 祖我們可以更親信 祖就像我們的詩歌一樣 祖我們何等的需要 需要你更多的同戰 不單是這時候 祖阿是每一天我們都需要 祖幫不得 把我們這個需要 祖向你聲明 祖願你吸引我們 我們就可以來快跑更新 祖阿 祖讚美你 祖這時候 祖無天都再來慶拜 祖因為是你復活的日子 願你的國度降臨 在這地顯出你的能力 祖願你自己的榮耀 祖在這裡與我們同在 祖阿因為你是活食 祖祢要我們建造成為耶路撒人的城牆 祖祢幫助我們 祖讓我們也在這裡一同有份 祖願你復興我們也復興這個城市 祖我們實在是恭敬把我們的教會 擺在你的面前 祖不但你要復興我們 要復興這個教會 祖你這次我們看見你自己聖明的火 祖要在這裡澆灌 祖在這裡大大的燃燒 祖願我們一同來參與 祖幫助我們預備我們的心 把今天的敬拜讚美都擺在你面前 願你自己願辣 我們的禱告感謝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好我們現在來讀最大的禱禱 我們一同能背的我們把它背起來 不然我們一同打中來請 你要盡心盡盡盡盡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禱禱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亡 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禱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下面我們一起來讀聖經提摩太后書 四章第一字八節我翻到時候我們請用情的方式 弟兄姊姊姊定好不好 單數節有弟兄 我們請弟兄開始來 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在上帝的面前 在將來審判國人 使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 屬父女姊妹 不要傳道 不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 應用百般的人脈 各樣的教訓 和被人緊接人 勸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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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 我现在被教练 我律师的时候到了 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好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幸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我们一起第八节 请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万言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现现的人 任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下面要请 从轩传道 为我们来传讲今天的信心 如何我的美 好 我们请 祝你 你 一起来祷告 祝爱主耶稣 我们能够在清晨的时候 聚集弟兄姐妹来敬拜你 是何等的有福 求祢开启我们心灵之窗 请听的人 明天里的话你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并将所领受得到 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很好 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义师的名全 阿们 在四一年前的时候 我先生被诊断 我知道得了这个病之后 然后似乎没有人都可以信你 那也很难逃死亡的结果 阿医生就告诉我说 他已经癌症转移了 然后整个腹部都是癌症 通常都是癌细胞 那可能做化疗的话 最多是一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癌症 他扩展很快的话 根据统计的话 大概是三到六个月 大概就没有办法 所以时间很短 那没有想到 我先生就靠着那个 上帝将给他的力量 他活了两年 又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临终前呢 他告诉我 就是 应该说临终前的时候 我先告诉他说 哇 先生如果你不在的话 我想我一定活不下去 因为我的感情很好 那未来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大概就是 挺不堪言 所以应该是生不如死的日子 所以对我来讲是很痛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先生 他就留给我一个遗言 这个遗言是说 你要以神为乐 你要以神为乐 然后呢又说你要把悲伤化为爱的力量 去安慰那些忧伤的人 我再说一次 把悲伤化为爱的力量 我来看这个 就是把悲伤化为爱的力量 去安慰那个 经历那个忧伤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在病房里面 那很多时候 有些生活是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家属 或者是我们的护理人员 他的家人 刚好有的癌症 然后不一定是一战癌 但是可能是别的癌症 那也是骗你就是快要不行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会跳过去 陪伴这些家属 然后跟他们谈 或者是跟病人谈 就是我以前的经历是怎么熬过来 他没想到去熬过这个经历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我先生的这样一个遗验里面 那我没有想到说 这九年来 我都是对着这个遗验 就是靠着这个遗验 这个临终的遗验 让我指申病当中 这九年可以还可以活得非常好 那我们家真的是以神为乐 那看到我们家的母乡 大概就知道说 一个人临终前他所说的话 是不够的重要 是很重要 你们发现人家说 临终前要 临终前说讲的话是怎样 是很善 很善 而且是很重要的话 可能生病当中非常重要的 都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讲出来 而且都是很真诚的话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 这九年来我没有 我没有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就这样活不下去了 因为我先生说我对你有信心 因为你有上帝 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 还好有上帝 那为什么要讲这段话 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个经文 就是保罗呢 他也怎样 保罗怎么样 他也要面与死亡 死亡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一个 保罗写信给这个谁 提摩泰 提摩泰 这个书信当中 这个他的心情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当中 那因为保罗把提摩泰 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刚刚都有读过了 那我再来看 我们再来一遍 第一节跟第二节 好对不对 来 我在审殿前 并在将来 审判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稣殿前 凭着他的显现 和他的活度 嘱咐你 不要传道 无论得使不得使 总要专心 必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免人 好 我们到这边 我先说一段 这个经文 就是保罗在殷道之前 他所写的一段话 那他写给这个黎摩泰 他知道说 我的时间没多少 我再不说话的话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一定要交代好 要不然的话 没有人做传承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传承 传承 传承给谁 给谁 啊 黎摩泰 其实也是传承给我们 我们今天经文 也在告诉我们 有很大的使命的 我们有很大的使命 那 所以保罗呢 他在这个 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 第六节 来我们先看 这一个心情形的 来 第六节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我们听到这句话 意思就是怎样 他已经临终 临终了 所以他就说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 所以这个是一段话 那因为他心中很多的牵挂 他并没有惧怕死亡 因为保罗不惧怕死亡 因为他很清楚 他死亡之后 他要去哪里啊 他跟上帝在一起啊 所以他很高兴 他跟主耶稣在一起 他很高兴 所以呢 但是他非常担忧 谁 已夫所教会的人 他们很担心他 而且他也放不下 这个比较软弱的提摩泰 他很担心他 所以其实保罗最 心中最大的期望就是怎样 希望提摩泰在什么 传道的就是传真理这件事情上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 第二节 有没有看到 教大家干嘛 巫妖传道 巫妖传道 还有呢 百般的忍耐 百般的忍耐 还有呢 各样的教训 各样的教训 然后还要劝美人 责备人 有没有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慢慢讲 那在这段里面很重要就是 保罗很期待 他把所有的责任 能够传承给下面的人 他的孩子 这样 那他希望说 这个孩子能够像保罗一样 那么样的负责任 去代代相传有关福音 所以他是在很迫切的 这个心情之下 保罗给摩泰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油打气 让他说 而且是用很严肃的 命令口气要提摩泰 要做主耶稣 能够做的事工 一直做到他死为止 所以这个是保罗对提摩泰 他的一个期待 那也是对提摩泰的机密 那也是对我们所有的 包括我是传道人 我也是传道人 然后你们也就是基督徒 都也要这个使命 我们那个什么 最大的使命是要怎样 最大使命 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的第二节 我们再念一遍第二节 预备 来 物要传道 无论得使不得使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请借来劝勉人 那这里讲到这个保佛给他几个重要的命令 大概有九个重要的命令 所以你们注意听这九个 第一个是什么 要 要什么 就是传道 第一个就是要传道 那传什么道 就是要把耶稣怎样 持之架救赎的 还有父母的盼望 这个什么 这个信息 能够跟外邦人来分享 那在提摩太二书 提摩太二章十五节 那个地方 保罗有说 你应当竭力在神的面前 堂神的喜悦 作为无愧的功能 离摩太后福二章十五节 有这样讲 然后呢 作无愧的功能要做什么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 意思就是说 要传什么 真理 分辨真理 然后传这个道理 那让我们竭力做无愧的功能 你知道最近华语堂 很多的同工都去做什么 去学什么 幸福小组 我们就希望说 华语堂的很多的目道友 都能够怎样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大家好好喂养 关心照顾 所以一群人要为了这些人 然后来陪伴 然后照顾 然后把荡良群攒大 所以呢 我们开始要关心这些目道员 让这些目道员都知道说 信耶稣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或是生命会活得很美好 然后也不是说 所有信耶稣人 全部都活得很美好 是因为 当你经历神的时候 当你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知道 还有一位神 陪伴着你走 你不是孤单的 你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 这是第一个就是要传道 第二个呢要做什么 来第二个他说要做什么 要专心 要专心 好 他这里的时候说 你要怎样 他说无论得死或不得死 什么意思 无论什么时候 就是随时啊 不管是好的 或是不好的状态 一个境况 是好或不好 都要怎样 随时都要传福音 所以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随时 而且要很积极来传福音 请问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吗 无论得死或不得死 你会不会说 得死的时候 没过很愿意哦 不得死的时候怎样 我心里也不会保罗 我什么要 违规什么要传 反正你看啊 我都这样了 我去传有效吗 所以这里不是哦 他是说 你无论一生得死的时候 或者不得死的时候 都要传 那这个是保罗 他的生命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 他就是这样 以神为之后 一生里面 他说什么 我以耶稣为治保 然后把万事怎样 换为什么 搞万事换为什么 奋土 意思就是那些都是masing 那些都是像不ok的 那只有耶稣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需要持守的 他就抓住这个宝贵的神 然后成为他生命当中 如果今天他没有经历神 他不可能这样改变 是因为他经历神 他就有那个力量去克服去面对 所以这个是神 就是保罗要我们 像平方太一样 跟我们一样 都要去做 时时刻刻去做 然后以神为中心 时时刻刻都在传逐 那想想看我们的事情 我现在要挑战你 我们自己能不能敢开口 告诉别人 信耶稣怎样 很好 然后信耶稣你的生命会被改变 所以呢现在华语堂 就是要做幸福小组这些人 现在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写生命见证 这个穷香姐已经写出来了 很赞 还有谁还写出来 静行中 静行中 OK好 我们大家努力了 就是要把这个生命见证 短短的三分钟 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命见证 要把它写下来 那你写下来之后 你随时预备好 这个人需要传福音的时候 你传给他 随时预备好 你随时都在你身上 那你可以one one one two one three 因为你每一次个人 不可能 你一个人的生命见证上面 都可以讲完 你就讲重要的 把它讲完 他可能有很多点 就我的话讲 大概要讲好几天 就可以讲得完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身命见证都很多 那你就 写不同的东西 看重不同的东西 然后对着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故事 对不对 像那个借你还没有去耶稣啊 对不对 那就是给他拿手 我的经验是什么 发生什么事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就是說 你遇到了這個 對方有什麼需求 你就供應什麼樣的什麼 題材給他 然後是跟他有連結的關係 這樣的話傳統題材的快 那第三件事情要做什麼 他說要責備人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保羅叫提摩泰說 要責備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責備 來問你們 為什麼要責備 蛤 做錯 就是如果有人 你是你無所的人 可能他們有些人怎樣 偏離省得到啊 你一開始很啊 然後去做別的事啊 外的偶像也好啊 然後呢 所以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糾正 你要去指導 你要去引導 讓他偏離主 偏離的部分 能夠讓他導正 我跟你講這個很重要 我以前在做這個 就是家庭關懷的時候 別人家庭怎麼樣成為 這個孩子的支柱 這很重要 如果這個孩子一開始都沒有被愛 沒有被信任 這個孩子長大之後會怎樣 也沒有辦法信任 他長相可能是長歪一邊 所以呢 他要把他丟回來 要證到中央成為一個樹幹 發展得比較健康一點的話 那會怎樣 一定要有一個力量 是愛的力量慢慢打到實證 這個人才會被醫治喔 所以有很多事情是要用愛 用神的愛來醫治 這個人就會得到果效 可是如果你沒有用這個神的愛 來幫助他 那這個支齁就會偏一 就外一邊 然後很難救回來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家老三 他都用哭來威脅我 控制我 我不知道可能 大家現在有 你看還是很小 對 那現在就是那小孩 你只要他哭 他以前 因為我們老三 不是我照顧的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家老三 非常的比較小 然後呢我照顧兩個 其實我就一個人 要騎摩托車 要載兩個人 已經非常那個 第三個才站不住 而且他要那麼小 剛出生要抱 我根本不可能 所以他送餐的地方很難送 所以呢 我就請我媽媽幫忙照顧 我媽媽就用200分的愛給他 他就是像我們家的寶貝一樣 所以就是照顧他工作很好 可是喔 我媽媽有一個大問題 你知道阿嬤都疼兒子 只要他哭 我媽媽就公平他的需要 只要哭就有 只要哭就有 那哭就變成什麼 就控制了 現在有些人是情緒熱熟 這個就是情緒熱熟 這個就是情緒熱熟 其中之一 你看小孩子很小 就會玩這個把戲 然後你就每天跟你孩子 玩心理遊戲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孩子喔 他就用哭 你知道哭多久嗎 哭到小學 上小學的時候 但是呢我看情況不對勁 一歲半的時候 我看情況不對勁 他就用重傷法來控制我 控制我媽 我看不慣 因為我學這一行 我怎麼可以讓我孩子 來控制我這一部分 所以呢我就 我就跟他戰爭 你知道嗎 我戰爭多久 我戰爭站到想意的時候 這個問題他才沒有用哭來控制 他一哭都是半小時以上 而且他們都這個筋喔 有沒有 都是發直喔 很可怕 然後就弄到處喔 被哭到處 你看他是這種狀況 所以很自己很堅持他的想法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就這樣給 他這樣給 那這個就是 阿嬤很聽孫 可是那個愛其實不是適當的 要以這個愛也有界限 他這個界限他沒有分清楚 那他可能阿嬤的身分跟媽媽的身分不一樣 結果他來到我家 就是我後來一歲半看情況不對 情況也把他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我發現 只要哭我都跟他戰爭很久 甚至一個鐘頭在那邊站 你要哭我繼續哭 我繼續哭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他知道哭都沒有效 媽媽都不會因為你哭 然後就給他 後來這個就治療好了 你的行為治療就治療好 這樣有清楚嗎 所以這個我意思是說 很重要說你不是跟喔 如果有人歪掉 你一定要把他擋正 如果你沒有把他擋正 那是同樣的喔 這些教會的人 他們有偏僻省得到 就走歪去了 旁門走道跑去了 然後有很多的那個什麼 顧慧的言語阿 或者是引誘阿去了 然後就跟著走了 然後所以你就要把他擋正回來 所以這個叫要責備的 就是說其實這個責備裡面就是有警告 或是勸戒勸 把他帶回來這裡 所以這個責備是這樣意思 再來就是警戒 什麼是警戒 警戒是說 有人聽道理喔 聽到很煩 覺得阿你這個斗力喔 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按照聖經的教導來做的話 你會不會很累 廟運這時候會的喔 真的很累喔 所以基督徒都是怎樣 命理你知道嗎 譬如說 耶穌說你要愛從底阿 你看你要什麼愛 你就氣就氣死了 還要愛他 有沒有 我沒有跟他打架就不錯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信耶穌其實他的標準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耶穌他做任何的愛的動作 都是那種最高層次的 都知道舍己就是生命都不要了 愛你愛到這種程度 他都是用這種愛在高格料的 那當然他就覺得說 你是罪人的時候 我都願意犧牲我的生命來救贖你 何況 所以呢 這一群人就是說 當他被要求要遵守道理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很煩 很煩 而且他們的耳朵就發癢 然後很容易就受誘惑 然後就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意識 按照自己的情慾 然後去想要去做 他自己想要做 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呢 他們常常偏個人 我都賣一天賣一天賣一天 我哪賣一天 我就不知道最賣的 你就好了 就是然後就可以做自己了 有沒有發現 有些時候我們也會這樣 認識上去的話越多 就壓力越大 負擔越大 有些時候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壞事都不能做 有沒有 你做的時候就心裡面覺得罪惡 我不知道你們 我只要做壞事 我心裡都會 蹦蹦蹦 如果我要做的話 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也會變 就是很多荒蕎的畫 就是謊言 他們就很容易被 或是 慘媚的話 很容易被慘媚的話 好聽的話所誘惑 那保羅就是希望他們 不要這樣 希望他們怎樣 要去把他打正回來 然後要警戒他們 要警告他們 欸你們不可以這樣犯錯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也想看看自己 說好聽話 沒有啦 你可能覺得說不錯 但是中葉就怎樣 你兒 比較不會聽 但是上帝的畫 通常都是什麼 通常你都 要做起來都很辛苦 是這樣子 但是呢 保羅就是希望說 他很嚴肅在跟這個 這個禮摩太講說 欸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 你會要這樣做 他們如果有犯錯 你就是要把他打正 然後讓他 要警告他們這樣子 再另外一個就是說 要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要勸美人 要警戒然後勸美人 那他就鼓勵說 這些罪人 還沒有相信的罪人 要相信服務 那有一些是基督徒 他就是要鼓勵這些基督徒 基督徒啊 你們喔 要繼續侍奉 繼續服侍 繼續傳福音 帶你們來信主這樣子 那 無論遇到任何困難 你都要怎樣 忍耐 忍耐 無論發生任何事情 你都要忍耐 而且用健全的真理 然後來教導 教訓 教訓他們 就是要勸美 所以是第一樣 剛剛說的第一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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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複習一下 傳道 第二樣呢 專心思 啊 要隨時傳福音 第三個呢 要責備人 第四個呢 要請戒人 第五個呢 勸美 所以先講到第五個了 然後第六個的話 他說你要卻要煩 我們來看經文 再來看這個經文 這個是剛剛我們第三節 第四節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後面這個部分 然後第五節 他怎麼說 來預備 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 做傳道的功夫 敬你的職分 這樣子喔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凡事要謹慎 意思就是說 欸 你做人是好 你每個人都比較清淨的 他就要提醒這個 對工作要認真的態度 做事情一定要節制 再做 生活要保持平衡 就是你要做謹慎 因為你越謹慎的話 對你的傳福音的工作就越好 所以他要叫他凡事謹慎 然後再過來第二個 第七個是什麼 剛剛是第六個 是凡事要謹慎 那第七個呢 是什麼 你要忍受什麼 苦難 請問傳福音的時候 會不會發生苦難 會不會 傳福音不會喔 你覺得保羅他 傳福音他會不會發生事情 連保羅到處是怎樣 他有沒有被關 有 他有沒有被逼迫 有 有啊 到最後還怎樣 還死了 對不對 我為了傳福音訓到而死 對不對 所以傳福又付很大的代價 對不對 想到你會害怕 你看 後續無後果 對不對 如果從你保羅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說 保羅這麼暗粹 到最後竟然是這樣子掉的 那到底信耶穌到底好不好 可是你看保羅不是喔 他說 我要回家 跟神在一起 那是一個很大的滿足跟快樂 因為他知道什麼是他的翅膀 他很清楚他要什麼 所以這個保羅他就沒有 他就忍受苦難 所以他會忍受 當他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管得死或不得死的時候 他都怎樣 裝住神不放 那他也要叫平摩泰說 你要忍受苦難 你要學習 不要逃避苦難 然後你會發現 當你有苦難的時候 你信仰會不會比較快長進 會不會 順盡的時候反而信仰 比較快樂一點 就是都不太會抓住神 離神比較遠一點 但是呢 如果有苦難的時候 通常會抓住神比較多 我也是在九年前十一年前那時候 經歷那段時間 哇每天都把神抓住 每天都把他抓住 神我跟你講我今天需要你 我不要把我沒力量 沒力量 沒力量 我沒力量你 我沒有你的不行這樣子 所以信仰真的很大的突破 很大的困難 那我現在覺得說 以前是覺得沒有老公不行 現在覺得沒老公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是上帝 雖然以前也有上帝 可是那個感覺跟現在不太一樣 就是以前好像覺得 反正上帝每天都在 就是覺得不會怎麼樣 可是現在覺得老公已經不在了 進美了對不對 只有三天上帝可以靠了 沒別人可以靠 因為地面的可靠 已經沒有辦法靠了 你看我要靠三個女兒不行 三個女兒都不在 也不行 現在有兩個女兒在那裡 所以很難得他們今天回來 所以我說 我跟你講 靠人都沒辦法 你要靠人 他總是會離開你 早晚的問題 被分現在照顧小孩 以後長大之後 都不知道 都會飛 我們家小孩都飛 三個都飛走 所以偶爾回來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很難 很難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來學習 所以遇到傳道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苦難 然後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他又說到說 第八個 他說到說 要做傳道的公司 意思就是說 傳道這個職責 你要很盡心盡力 繼續把他完成 這個角色很重要 你要繼續去做 繼續去做 然後呢 他後面這個也是要盡職責 在第五節那邊 他說盡你的職責 有沒有看到盡你的職責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在各方面盡他的責任 然後奉獻他的聰明 他的才智 在所有的事後上 都盡心盡力這樣子 所以你看喔 他給他這九項 來 記得多少項 第一個 來 傳道 第二個 要專心 要怎樣 傳福音 隨時傳福音 第三個呢 要 什麼 責備 責備人 責備人不是很兇的 責備是說他有狀況 你只要打回來 第四個呢 要怎樣 警戒 第五個呢 勸勉 第六個呢 謹慎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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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 謹慎做苦耐 謹慎做苦耐 第八個 謹慎做做 謹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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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有寫書 看一下 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九項 突然間忘記我 你看我最近神風顛倒了 忘記自己的做 好了 所以這九項請我們記得 今天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活得好 活得美 如果你能夠按照保羅 交代提摩太這個很重要的指令 應該說很重要的期許 對這個提摩太的期許 對我們基督徒的期許 對我們成為傳道人的期許 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傳服醫是誰的工作 傳服醫是誰的 責任 所有的 你們在座每一個人都是喔 所以你要去隨時要做這件事情 那會不會發生苦難 會正常的 所有人都會發生 只是大大小小不同 只是有的人早遇到 有的人晚遇到 都會遇到 苦難不要害怕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人來承擔 一定有一位神陪伴你承擔 如果你沒有耶穌 你什麼都承擔不了 就是瓦解 你不是有這種現象 所以還是要有耶穌比較好 這樣了解 好 那我要說 保羅經歷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個我想一下好了 這個部分 這個 第六檢號講到說 我 我們一起來念這個 念這個經紀經文 來 來 我現在被交電 我離世的時候到 什麼叫交電 你知道 獻祭的時候 在祭壇上獻祭的時候 他們是用酒 就是領 然後那個酒就 總之 就是 祭壇燒的時候 就是要酒這樣子 那這個意思是 保羅這個交電的意思 我離世 他意思說我快要走了 我快要走了 那我要成為 我現在被交電 意思就是說他自己好像怎樣 生命就快要美了 我什麼都給上帝了 我什麼都給 但是呢 我最後的就是用我的生命 把它當成是什麼 紀錄 紀錄的酒那樣子 像個酒那樣子 被交被 就是被獻給神 就是我全部都給你了 我連我的肉 你都全部給你 我的生命都給你的意思 他這個獻祭的意思 就是交電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樣 就是那個酒 酒通常都放在那個什麼 杯子裡面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淋 他這個意思是淋 那個 他就好像那個酒的血 那個意思 獻祭給神 這樣有沒有清楚 這個交電的意思 所以好 我們還是意思就是說 我必須我的生命 倒出來獻給上帝做紀錄 然後呢 他不是想自己受刑法 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 他是要把自己這樣 完完結結的獻給上帝 那這個獻 其實保留什麼都獻上的 他的時間 他的金錢 他的能力 還有什麼 他的精力 還有那個什麼 心思意念 還有他敬虔的心 愛主的心 全部都擺上 他是所有都給的 那現在只剩下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他也是一起給 所以他就是 你無所有啦 講起來就是說 他所有東西全部都給上帝 那我問你們 你們有嗎 全部都給神 有的時候你可以閃到聽到討教人家 我的時間多一點來 這樣為我就覺得 負擔就很重了 有的時候我們都有這種現象 就都會有這種 大家會比較反省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然後 那我們要怎麼樣活得美 那這個聖經姐大家都很說 對 每次我告別式的時候都說怎樣 那沒有人這樣活已經怎樣 打過了 然後呢 當好的路 當好的路我已經怎樣 這應該是前 怎麼樣呢這個應該是前面 好這裡 來我們大家看那聖經姐來 來 那美好的戰 我已經打過了 當好的路我已經跑近了 所幸的到我已經守住了 好 那我想 原來我們還要只有要講這個經文 其實我不是在講說 就是靈中的時候的那個 不是要這樣說 不是要這樣說 是在講說 人生當中對保羅來說 他人生他打了一個美好的戰 那保羅就是 一生都在做床主義的工作 然後為了床主義的工作 就投過血流 然後被人家逼迫被人家 掉到街裡面去 然後反正過的實在是 不生活可以的生活 但是呢 今天如果沒有保羅 我們今天能夠去耶穌嗎 可以嗎 很難喔 可能保羅這樣子去 就是到處顧到 我們今天我們才可以得照 所以我們要去顧到給別人聽 然後別人才可以得照 因為在台灣裡面 我們才只有百分之 差不多五 可能動不到雨 再兩三趴 這樣子的一個人口 那當然還有九十幾趴的人 是需要我們去關係 去傳承給他們的 所以這很重要 好 那我們剛剛看剛剛那地方 那個美好的戰 怎麼樣 那個美好的戰 那個保羅都是這樣子 在做床主義的工作 他把那個道理 他就是真的就是 把他講得很清楚 他跟神人相遇的關係 講得很清楚 你看所有的信冤的書信 一大半都是保羅寫的 所以這個保羅實在是 貢獻很多了 那我就想說 我們可能自己也可以來寫一本 你跟上帝的關係 給他寫自己寫一本 你跟神的關係 那就是很好的一個什麼 生命見證的紀錄片 另外一個部分 是保羅他勸誠提摩泰說 那個 他說你要為真道 真道 打那個美好的戰 然後用為福利的真理 然後打這個美好的戰 那事實上他不在講那個什麼 發生戰爭 在那邊打戰那個意思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打美好的戰 那個打不是在講說攻打擊打 那個意思 他不是這個 是在指說他比賽當中 可以得到勝利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這裡講到說 當跑的路我一直跑近 所以生命 就是保羅到處去好幾次的 就是到處去步道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都 他用走路還是要騎機 騎波車 蛤 走路 都是走路喔 很遠欸 我去年去土耳 不是去年 兩年前我去土耳其 哇 我一看到那個路 我燈子突然瘋了 真的是 那個古蹟啊 遺跡都是被踩平的喔 然後看到那個路 真的不好走 不曉得以前是怎麼走的 但是 現在都不太好走以前 應該是更難走啊 我的想法就是應該是更難 所以我在想 他們是都穿那個草鞋那種 你知道 欸真的是 我那一次還穿高跟鞋去 真的是快要瘋了 後來快點馬上去買一個褲鞋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不容易的 所以他走的路 他跑的都要跑近了 他說一直都說 從片走光了啦 這樣到處去到處讓 好幾次的步道旅行 真的是很不錯喔 那 他沒有因為這樣就斷桌 喔很累耶 很累耶 很累耶我懷疑啊 我懷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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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懷疑啊 他不會喊累喔 他累了他還是繼續走 這個本人不理他 就下一個人再下一個 然後這個人突然怎麼樣 譬如說 我一次不是那個什麼 他去那家裡 他不接待他 然後他就怎樣 跺跺腳 然後就粉塵 然後就是就離開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引導成福音 如果人家不願意的話 你也是一樣 先過班 下一個 下一個還會更好 對不對 下一個更好 就是繼續找 沒關係 總是會讓你找到 從小到到 我跟你講喔 我覺得我覺得神裡很奇妙 在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是學會計的 然後呢 很奇妙 給我一個工作是 那個公司直接來學校找我 我今天畢業也領 然後今天就上班了 你看他工作我沒有投入力了 就有人來找我 聽說我那時候在團體裡面 表現得很熱情 很熱心公益 所以呢 當時就有那種 傳福音的樂者的樣子 他們就看到 結果是步道團的人 在中海神圈 有一個叫仁仁步道團 然後他們要成了一個步道所 你知道我去傳福音 傳兩年 挨家挨戶 我都去我的家裡 就是這樣挨戶 一家一家一戶去這樣去 然後去傳福音 然後發福音單這樣給他 那是說什麼膽子 我也不知道 反正人家叫我做我就做啦 我就去傳福音 所以你看喔 從小就被上帝訓練了 現在在做傳道 也是在做步道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都被訓 你看 30年前被訓練到現在 你從來沒想過說 今天我會走到這個路 就是走傳道的你的道路 我從來沒想過 而且都拒絕 沒想到 現在回想說 那時候上帝就是裝備禮 兩年耶 然後之後就去醫院 醫院也是做醫療步道 也是在做步道啊 每天都要傳福音 也是這道場啊 所以我覺得上帝喔 你現在回想起來齁 以前都想不通 現在回想起來 真的還 那我已經學過 是學社工 可是我都沒有在用社工 社工 但是呢 我現在發現來到有學教訓之後 非常需要社工 我也都不用把社工 也是才利用 因為要資料率使用 最近就發生好多事件 都需要社工來處理 那就運用社工的東西來處理 所以很奇妙齁 上帝對每一個人的情況 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他的帶領 是很奇妙的 所以這個部分 那保羅就是這樣子 他很清楚目標在哪裡 所以你要說 要向著那個標竿子 你就會看到目標在哪裡 他就往前走 就往前衝了 所以他就要得到什麼 他主要要得到什麼 那個獎賞 那個獎賞是什麼 就是與耶穌同行 好我們來看 好 他說所信的道理已經守住了 那保羅就是用獻身這些事情 剛剛我也講過 他就是 他對耶穌的承諾 他說到他就做到 請問你對耶穌承諾嗎 你有沒有去做 好 然後他從來沒有讓耶穌失望 所以他跟耶穌立約 他就跟神 就是做了他的使徒的工作 他就好好承擔 把這個什麼 責任的承擔下 一直到末了 他就是這樣做 所以他說他所信的道 守住了 你看保羅敢這樣講 其實哪一天我過世的時候 這句話我 這一個經驗我不太敢發 你覺得我又沒有這樣 我覺得啦 這個是 所以我們就來學習 我們來學習 這很重要 那保羅非常看重的 認為比較美的事情 很重要 這有四點 第一個就是 正當的教訓 就是我們所正理的這個道 神的話語的道 第二個就是要信心 很多時候我們在傳統的過程 很容易就軟弱 很容易會被很多的這個 環境的問題跟困難 然後我們就綁住了 或者是別人 對我們的閒言閒語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信心軟弱 所以他就說要盡目信心 再來就是說 要不斷的忍耐 那什麼叫忍耐 忍耐有兩種 一種叫對忍忍耐 這個忍很軟弱 我們要對他忍耐 一種是對環境忍耐 因為這個環境不OK 我們要容許這個環境發生 這個是一個 然後再來呢 你看保羅有沒有很多愛心 有沒有 保羅愛心始祖 他都叫我們要不斷的愛別人 然後愛是很久忍耐 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保羅 對那個什麼克利多教會說的 所以表示說保羅有這樣的一個 不斷的願意愛人的一個特質 他才會想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是保羅很重要的一個 生命的經驗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活得好 活得美的話 你就是要能夠承受難處 你才能夠活得更好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我那一天 這幾天傳道士的訓練 然後在新竹 你知道嗎 我穿著這個鞋子 上 因為他們沒有講說我要幹嘛 結果他帶我們去山上 那山上是什麼狀況呢 你知道嗎 什麼路都有 石頭路啦 石頭都是很多小石頭 一堆一堆一堆小石頭很多 然後樹幹樹根啊 都在地上 然後有泥土的 然後有石階的 有木頭的 各種的路面全部都有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心情就是 傳福音的話 穿這種鞋子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管道不對工具不對 那個真的是很困難 但是呢 因為穿著這個鞋子 因為他說喔 你要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與神相遇 我就一直在看地上 然後漂亮的東西都在旁邊 可是我卻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共生關係 有很多樹木 它是倒著倒塌的 但是呢 有堅強的樹木是給它燙的 欸 我突然發現喔 這不就像教會嗎 肢體之間的關係 有些人很軟弱 有人把你這樣吐了 欸 我體會到神在對我說話喔 欸 教會就有這樣的人 教會不是要在講說 我們等一下 肢體要彼此相餓嗎 軟弱的要怎樣承擔 不是啊 剛講人家承擔軟弱的人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很 我從那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哇 跟沈相遇 沈在跟我說話 我說我太忙了 我都沒時間安靜 結果那一天我就這樣子 都不能講話 大家都不可以講話 只能夠感覺 這個大自然上天對你說什麼話 欸我哪一天我們也去了 欸我們11月5號 不是在野外禮拜嗎 那我們野外禮拜那一天 我們也是來做一個靈性之旅 全部人都不講話 一個鐘頭 讓你跟沈相遇 我覺得欸不錯喔 我們來試看看 然後事後來發 來體驗一下說 上帝 你在這個大自然裡面告訴你說什麼話 然後大家來分享 我告訴你 一定大家滿滿獲得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什麼叫靈性兩者 就是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可以感受到 上帝在對你說話 包括現在在聚會 神也在對你說話 包括在吃飯 你跟家裡關係 神也在對你說話 透過家裡關係 神也在對你說話 透過家裡關係神也在對你說話 我們要隨時 我們的馬約他牧師喔 他隨時他告訴我們 他說喔 你要隨時感受到 有上帝果的存在 到任何地方 看到有相愛的地方 就是有上帝果存在的地方 那個是最美好的 所以我期待我們每天去敬禮上帝果 你就覺得在地如同在天 好不用去天堂 天堂就在我們地上了 這不是很好 我希望華語感就像在天堂一樣好不好 我們說關係就像在天堂一樣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 有的人沒有很高興的感覺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華語感是大家一起建造 大家一起共造的 所以你一定要好的下流給人家 不然你就 看著都不會笑 天堂在哪喔 他體會不到天堂 他就體會到你還是我 我又不要來的這樣 我不行喔 所以我跟你講 所有的現在這裡的 每一個人只要有新來的人 你要主動去招呼他 微笑 然後這樣 什麼 接待他 跟他問候 跟他關心好不好 這是我們基督徒該做的事情 也是保羅在教我們的事情 如何傳指引給這些慧性子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快看好 這是我很重要 今天要說的一個很重要的題 怎麼樣活的美好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來我們現在追求大部分是什麼 我們有兩種 一個叫屬天的價值 一個叫屬氏的價值 那大部分我們是在追求哪裡 你覺得 屬氏 蛤 屬氏喔 來屬氏是什麼 來第一個 全是靈異 地位 財富 情慾 還有物欲的生活滿足 所以喔 有一句話說 其實你想要的很多 但是你需要的怎樣 不多 可是呢 為了 為了 兩批人 要去死人 所以我絕對還要去哪兒 他怎麼會這樣 他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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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石姐 類似這樣 我這樣子拿拼過去 我才幹 我才怎樣 快樂 這樣講 這個都是屬於在什麼 物質上的一個享受 這個都是這樣子 那都是在說證明說 你看我很有錢 我很厲害 我很有怎樣 我很有屁肺 可是這個是上帝要的嗎 你只要不要太 不要去 自己夠用 這個是屬於 這個生活所需大家都需要 這個一定要 不是不要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不要把時間全部都花在這裡 這樣子你的生活會很辛苦 那我們現在多一點時間 保羅叫我們在做什麼 保羅都做哪一個部分 上面喔 來 第一個是什麼 傳福音 再來 愛神 再來 愛人 還有什麼 追求建立 跟主義 還有追求上帝所認為喜悦的事情 這都是什麼 美好的事情 那我現在問大家喔 好 這個部分 我剛剛講過不要講 來 我現在問大家喔 你每一天 你這個很刺激喔 你這句話很刺激喔 你不會多少時間是在屬於 你在追求屬天的價值 那你每天又花多少時間 在追求屬氏的價值 這個答案只有你知道 不用跟我說 那比例 這兩個可能你都需要有 可是那個比例呢 過去可能屬氏的價值 可能花你90%的時間 甚至百分之百的時間 占滿了 屬天的價值幾乎沒有時間 欸我現在很發現 欸 我現在好像覺得我屬氏的價值 越來越少了 我屬天的價值越來越多了 剛剛傳道人每天都在做的是什麼 傳福音 我覺得我現在每天做的事情幾乎是這個 然後花時間陪伴 花時間照顧 花時間去跟人家溝通 去了解別人的需要 欸我現在做的事情就在做這一塊 那我覺得宜氏的蠻快樂的就是 雖然很累啊 我做的比賽真的很累 但是我精神還算快樂 內在是喜樂的 但是身體是疲憊的 因為講到都沒有睡覺 實在是很麻煩的這件事情 都都 我是沒有 我是睡不著 我是沒有去睡覺 就是在準備這樣子 好 那我最後一個影片 最後一個影片 那現在我時間太晚了對不對 對 好太晚了好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還有開會 所以呢 這個影片你們自己可以 可以download自己 如果有需要的人 我再用群組裡面告訴大家 這樣好不好 我放在群組裡面 然後你們自己看 這個是一個福音的影片 就是傳福音 你不用講話 你用這個看三文字 欸 他就懂 道理 好像上面那個生命見證那樣子 他用畫筒的方式來 來什麼傳福音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今天因為 我們今天講主題就是在講 我們要活得很好 活得美 就是因為每天要做屬天的價值 做多一點 你活得會越快樂 雖然過程當然可能是很辛苦 但是呢 那一代裡面是 屬林裡面是得滿足 得快樂 是快樂 這裡是快樂 因為你傳福音的時候 我告訴你 傳福音的時候 那個人信念書 你比他還快樂 你有沒有發現 我每次只要有信證 我都比他丟 比他丟 比他丟 就快樂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滿足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 我們來唱這首《愛中相遇》 好 愛中相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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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應該大家都很熟 我們要讓我們一起 大家可以認送 希望我們也是盡力 神的愛 然後讓我們正式運作成績的樂圈 神之一 神話與祢在愛中相遇 在一時將自己完全體現給祢 唯有祢是我的幸福和力量 我難願捨棄一切跟隨祢 每一天 渴望與祢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相互在地大南榮耀裏 唯有祢是我與良人和恩友 我願意一生敬懷榮耀祢 將我全人 千少到做我情 一千千一心 淡淡是否明 為祢之一 成全在我一生 祢是祢的心 掌握我一生 祢是祢的心 掌握我一生 借盡我 希望 懷榮耀祢 都要尊敬愛祢 這無間線 先手當做我情 祢是祢的心 掌握我一生 祢是祢的心 掌握我一生 徽教大祢 請我們每個人都低頭 提一來祷祢 決書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可以跟祢 以愛來相遇 我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的愛 我們能夠盡力 祢跟我們同在 決書那個愛的力量是何等的大 是何等的感 intimacy 決書我們希望 我们每一个华与他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历你 天天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以后也成为福音的出口 能够成为帮助别人 然后将你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 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能够看到生命的改变 跟生命的造就 能把所有华与他们带在你面前 求祝你来看顾 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 祿舍的名字 阿咧 感谢主 也谢谢中宣传道 对我们的提醒和努力 下面呢 我呢要来做精续的朗读 我们再看第15页的 这个下面 金句 提摩泰 我们一起来念华语的部分 我先念 然后我们两个认识 我们再读台语和音 好 我们一起来 提摩泰后书四章七节 请 那美好的战 我已经打过了 我已经打过了 刚好的路 我已经好庆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好 台语继续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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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Bitcoin 我已经投降的 Gwen 我们已经投降的路 个人 我已经失神的德里 第一舉一個牌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我們下面是要收今天的奉獻 I have fough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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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